农历23,2月2号,北方的小年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 我们天津人的习俗,在小年这一天 吃糖瓜,然后包饺子 这两个,哪个都不能辣 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块梅花肉 这是黑猪肉的梅花肉,可香了包饺子 先画着它,我一会儿得出去买糖瓜去 而且呢,我还要去洗个澡 好多网友就说了 那姨,你在家里洗澡不挺方便的吗 是,在家里能洗 但是后背啊什么的,我都搓不到 我想外边搓个澡去 干干净净的,过小年 然后呢,迎接咱们的大年 好,我换衣服啊 换衣服,我就出发了 在我家人民公园附近 找了一个浴室,洗个澡 姐姐,我洗一个澡,再搓个澡多少钱 现在是35 35啊 洗得还真舒服 洗了得有两个小时 连搓澡啊,再洗澡的哈 行,结账去 我是最后一个洗完的 没人了都 126号 扫兵也是吧 75块钱 这一出来一看手机啊 1点15分了 这正好有个盛宴楼 就在他家 姐姐中午饭 都1点多了 还这么多人吃饭了 就来一剔这个 莴瓜虾仁素烧麦 来个这个啊 再给我来一个小碗的西红柿汤 可以啊 就来这两个就够我吃的了 嗯 还得等一会儿 烧麦才能熟了 够快的啊 都已经熟了 嗯 我要的是素馅的啊 都齐了 倒点醋 挺爽 还真热和 汤就剩这点 烧麦没吃完 吃了一半的烧麦 打包回家 一共花了多少钱 三十四块钱 二十三 十堂瓜 洗完澡了 吃完午饭了 该买的也都买完了 回家包小娘的饺子去